在90年代,公仔箱流行一种很另类的时事节目 大台就叫那个节目做什么什么追击 隔离台就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什么什么看真点 当年两个电视台都投放很多资源在这个节目中 只是制作团队,两边都过白的 有多另类呢,其实这些节目一般应该是新闻部去做的 死人倒楼的东西 但是当年我们就用了另外一种角度 比较善情的方法 那时候流行,用比较善情,催泪的方法 去报道一些时事,去报道一些新闻 那我看到有一宗新闻就是这样的 这是公屋来的,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朋友 就在十多楼跳下去 去到现场,我第一时间就想采用一种 我们行内叫POV的拍照手法 主观镜的拍照手法 其实主观镜的意思就是 就是镜头代替了死者的眼睛 然后我透过镜头 你就会感受到当时的整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 我拿起那个镜头 一直走到当时那个妈妈跳楼的篮杆 然后我就放过镜头出去 让通过镜头 可以让大家感觉到那种跳楼的震撼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震撼 由下面涌上来 令我一世难忘就是 血腥味 当时虽然 尸体已经搬走了,移走了 但是其实 血花四浅 下面还有很多剩余物质 都还没有清除走 所以就会有那种很震撼的血腥味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就感受到 什么是血腥的震撼 同一时间 我看下去楼下 我看到旁边有一个女人写稿 她感受到另一种震撼 当时我看到她是闪闪脚的 后来我们下去查清楚 可能她走得太迈 那个死者服侍 曾经服侍的地方 那里有一些老张留在 她一个不小心踩下去 就闪闪脚 你说我们做这些节目 其实有时也挺辛苦 而且也挺惨的 现在想起来 不是大家看得太空光 我在这个节目上 也做了一段时间 也听了很多传闻 有人说 跳楼身亡的人 其实没有离开过这个空间 也会不断重复她最后的画面 就是不断地跳楼 跳楼 跳楼 其实她有她跳楼 也关我什么事 其实 那些人就说 当你时云低 你就有机会被她影响到 所以很多人都说 曾经跳楼的空窄 为什么会不断重复会有人跳楼 可能都因为这个原因